柴二爷见家族子弟中,有这样不惊吓的,不由脸色铁青,喝着。 柴峰,给我回来。 不要,我不要死,不要死。 柴峰喃喃地喊,胡乱在前面跑。 柴二爷见状,脸色铁青。 给我把他抓回来。 两名柴家中年男子上前想要将人扣下,抓回来。 谁知,柴峰反抗得很厉害,一个劲儿地乱跑乱跳。 不要抓我,我要回家,我要回家。 只见柴峰围着众人跑了一圈,只不过身体和挥洞的衣服是偏向那些蝎子佣兵的。 再跑了一圈后,他也被柴家的两名中年男子按住拖了回来。 放开我,放开我。 他挣扎着只是徒劳无功。 看到这里,那些蝎子佣兵团的冷哼一声,目光略过那些花容失色的女子。 围守之人,嘴角勾起一抹银血的效益,挥手示意。 动手。 一声令下,那些人围攻了上来,也就在那一瞬间,柴二爷沉声一鹤。 一队战,二队护着族人离开。 无论是柴家的人,还是星云仙宗那些人和随行的佣兵,都在一瞬间出手席向那些蝎子佣兵团的人。 同时,星云仙宗的樊一修对身后的三位师妹喝着。 你们跟着柴家的人先走。 大师兄。 三人虽也曾历练过,可没经过这样一言不合并动手的场面。 三人此时都吓得花容失色,不知所措,也只能跟着柴家的人一边后退。 然而那些蝎子佣兵团的人将他们团团包围,纵是想要逃走,也无处可逃。 凤九也出手帮忙,他算着时间,从那些人吸入药,到他们催动体内的灵力气息开始,药效应该也快出现了。 果然,就在情况越发险峻时,蝎子佣兵团的人有得脚步微晃,虽然极力掩饰着内心的震撼,但他们细小的神色仍逃不过凤九观察的目光。 而这时,前面柴家的一些人,也因为吸入少量的药味,出现不适。 他们有的脚步虚浮,晃了几步后,被身边人扶住,有的则退到树边,靠着树喘着气。 后退! 突然,蝎子佣兵团围首的人猛地喝过一声,让他们佣兵们迅速后退。 那蝎子佣兵的众名成员,也在得令后迅速后退。 因为他们此时也感觉到身体的不对劲,只是当着对面那些人的面前,他们强行忍着,并没有表现出来。 而这边的众人更是惊疑不定,不知这蝎子佣兵团又想耍什么花招。 柴二爷在深吸了一口气后,目光盯着那蝎子佣兵团的人,看出他们似乎有些不太对劲,只是心下疑惑,不知原因。 将你们一半的财务留下,我们放你们一条生路。 蝎子佣兵团为首的那名佣兵沉着声音说着, 你们又想耍什么诡计? 柴二爷皱着眉,不信他们会突然这样好心放他们离开。 只是爷我们今天不想杀生,想放你们一条生路,怎么,不想活命了? 柴再 全 哇 哇 不是 !